《瓦雜》 《懶你懶舌相》 等等 踢住 為何你又唱歌又一陣子沒有唱 還要唱單車 肯定想重溫父親節 你去年不曾用過 有沒有新意 新意這家真的 你不客氣舊買 最重要是受 各位觀眾知道我想說父親節便正確 不過今次的主角並不是我 而是香港運動員和他們的父親 我知道你一定在說他 他就是香港公路單車代表梁俊榮 榮仔昨天代表著南華會 出戰香港公路單車錦標賽 男子成人組的120.7公里賽 還在爸爸的大力支持之下 首次贏得這項賽事的冠軍 榮之後在社交平台上貼了一些照片 以及打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 大概是說他非常驕傲 能夠在父親節這個特別的日子 成為香港公路單車賽的冠軍 更加說知道 無論發生甚麼事 爸爸都會在後面支持他 沒錯 我們看看這張照片 爸爸非常神器 拿著獎杯 偉兒子感到非常驕傲 而另外旁邊就是榮媽媽 榮媽媽拿著獎杯是誰的呢 原來是同屬單車運動員的妹妹梁海華 他在這個女子的成人組贏了電軍 非常之開心 恭喜 在阿哥拿冠軍 阿妹也拿了電軍 阿榮爸爸有這麼聰明的子女 難怪都會搭照樣子去拍這張照片 我很好奇的地方就是 究竟我何時才能生得這麼聰明的子女呢 我想你又不用這麼大壓力 我覺得有時作為父親或母親都好 可以幫自己的子女遮風擋雨 都已經是非常安慰 覺得很開心的 你說起遮風擋雨 令我想起美女飛魚 歐凱順 他在父親節當日 亦都post了張照片上Instagram 照片裏面就是他和爸爸一起擔任白傘 並且附上了一篇叫我的父親大人的文章 去歌頌自己的爸爸 就說爸爸不停照顧他 當然亦都說自己永遠都是爸爸的小女孩 沒錯 Steph還用文字來表達對爸爸的愛意 還有說起他小時候和爸爸的點點滴滴 還形容爸爸為這個慢吻合 即是有很多不可能的任務 他都可以達成到 例如家裡的電子儀器等等 還有在偏文的美處 更加有一句話可圈可點 Steph說爸爸平時在家裡 更加會成為中央處理器 就是去抗衡一切的女權主義 看來純爸爸平時的生活都… 也算是相當幸福快樂 我也有同感 看完這兩個例子之後 我決定要以榮巴和純巴作為榜樣 將來大個鼓勵子女 做回香港運動員 讓我好好培育一下他們 你們會支持我嗎 會